本土疫情还没结束 三级警戒延长 为解封餐饮内用先松绑 但中央放行 地方却摇头说不可以 屏东县沾饮业 能禁止内用一律外带 在防御和民生取得平衡 县府团队会试疫情 来持续滚动调整 屏东彰化南投和台东 原本都点头答应 隔一天即改口尽内用 北北基陶珠苗中张头 云嘉南高平宜兰 西半部一律 逆时中部内用 门岛圣花莲开放餐厅内用 离岛澎湖金门和连江也可以 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 或疫情等等民情等等的 做他们自己的一些规定 所以各地方政府 他觉得应该要更紧 我们也没有意见 万方医院一度传出封院 指出不进 院方紧急做出解释 有两位病患在专责病房二采因解隔离后 下转至缓冲病房 因病情未改善 再采因转阳 匡列病房所有病患 陪病者及人员裁剪 一名陪病者也染疫 强调只是相关病房清空消毒 并无疯愿 我们总共匡列了这个病房当中 八十一位这个列为风险对象 包括工作人员十二位 病患三十六位 陪病者三十三位 那目前第一轮的裁剪都是阴性 另外台北捷运 南京三民站外包清洁人员 疑似擦拭 电斧梯扶手和闸门染疫 回家后一传六 孙子都被传染 北京相关人员匡列 接阴性感染源 开在调查中